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欢迎现场所有来宾 针对今天的长照者的心酸议题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两位主角来宾 前资深主播萧一芬 资深媒体人杨月娥 以及其他的学者专家有 医药记者全家里 嘉义科医师陈兴媚 律师刘伟霆 讲到这个说实话 有很多时候你在社会新闻 会看到让你觉得 真的是非常非常觉得难过的新闻 像这一则 对 这一则新闻你看了以后 这就是一家子 如果长照大家不去关心他们的话 一个照顾的人 他真的 吶喊都没有人听得到 对 受不了 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77岁的彭爸爸 他照顾他的太太 他太太76岁了 那他太太已经失智了 那他照顾他的两年 然后其实他也有子女 但是主要照顾者 还是这个77岁的爸爸 那这个77岁爸爸 后来又被诊断 他罹患了口腔癌 当他被诊断说 他有口腔癌的时候 他曾经跟他的儿子讨论说 我觉得我很沮丧 然后他有点久病厌世的那种心情会出现 后来他儿子说 他儿子跟警方说 他有特别的去关心一下他爸爸的动态 有一天半夜三点 他就把他的太太 从床上搬到轮椅上 半夜三点 然后就把他推出家门 后来就推到那个桃园大郡上 把妈 推下去 推下去 对 然后儿子很紧张 然后就找人家去把他妈妈救起来 他妈妈有轻伤 把他救起来 可是他没有去发现他爸爸在做什么 他爸爸也跳到另外一边去 然后他回头去找爸爸的时候 爸爸找到的时候已经过世 这就是一个老老照顾的一个悲歌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失智 失智会非常严重 失智的年龄也在往下降 对 我们现在算65岁的老人家 就流病学来看 12个就有一个是失智症 然后你到了80岁就5个有一个失智症 那现在我们大家平均一面有这么长 有个统计发现说我们每一个人 一辈子需要被照顾7.6年 那7.6年他当然也包括了什么中风 其他的疾病这样 然后你要照顾他你必须要 一年要花多少钱 初初算最低最低的成本去算 一年照顾这一个老人要 93万这么多的钱 那你真的 那现在年轻人 你告诉我说 就算现在的薪水高一点点 他一个月2万5、3万 那够不到 付不起 对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 老人家自己在出自己原来的 这个退休金在照顾另外一半 然后到最后真的没有钱就是悲歌 这些就是在过程当中 我们为什么一直希望 藉由这样的一些例子提醒大家 这个社会上有太多人是 会碰到这样一些的问题 我不曉得一芬跟月娥听起来 会不会心里面就觉得 对 我已经照顾快四年了 我在要去笑 我妈妈现在卧床在家里面照顾 我偶尔会让自己一定要 无论如何去看一场电影 去吃一个饭 或者自己一个人跑去泡个温泉 然后你知道泡温泉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哭 可是我觉得回来的时候 我心情比较好 可是月娥你知道吗 其实有很多人想不通这一点 对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在照顾 对 我就是要一直看着她 然后我如果要是离开一下的话 可能万一怎么样 你知道 可是你这样说实话 橡皮筋都没有办法绷成这个样子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觉得 我不可以 我不应该 因为所有人会把那个眼光 放在你身上 你妈妈这样啊 你再去吃头 后来我发现说 你又不是我 对 然后他们常会讲一句很没有用的话 更惨 你应该扛起来 可是能者不应该 他的牢是等于是被惩罚的 我觉得我是被惩罚的 可是月娥你刚刚讲到说 去那个一个人泡温泉的时候 我平常很讲 有时候突然会觉得说 这一刻突然好奢侈 怎么会有这样的时间 变得很奢侈 我会觉得我很幸福 我很感谢我自己 因为有时候你会走不过那个坎 我要先hold住我自己 当然 这是我大概照顾妈妈在两年多以后 我才开始体会到说 我要先把自己顾好 不然我会倒 而且在照顾两年多的时候 同时 你知道乌漏偏逢连夜雨 我的女儿得血癌 对 那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 天要塌下来了 可是好奇怪 我在那个时候找到 另外一个转折点 就是当我妈妈在跟我胡闹的时候 我告诉妈妈说 妈 你现在一定要好洗好洗 不然我没法照顾我女儿 我女儿如果不好洗 我会倒 我会倒你不好 就是 这个逻辑很整理 对 妈妈的眼睛就省起来 好 妈妈我要去住院了 一个一遍才会回来 你要在家里好好的 我回来我就告诉你 战况如何 然后妈妈每次都引爸爸看着我 因为她也会担心 孙女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 小陈也从拾健康 现在身上也没有癌细胞 我觉得是我在照顾妈妈 两年多以后 我忽然跟我妈妈 变成在同一阵线上 妈 你要健康 不然我只要倒 她也倒 你也愿意倒 对 然后有一天 杨月娥一回家 发现妈妈在照顾女儿 她想说错了 开心到爆 开心到爆 对 但我必须讲 你听月娥讲的 好像很轻松 血液 对 那个过程真的 你如果不是有 家里面有需要这样照顾 走过这一阵 这样 好 依芬 那你呢 你已经能够做到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抱怨 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 那时候当时我在照顾我 我们现在是比较急吗 我还在 对 爸妈还在 我觉得当时我爸在往生前 我大概照顾他十年 那时候一边有在工作 对 当时我觉得我很惨 然后我爸爸是四年前走 我妈是两年前 可是我现在真的 我跟如中也同台 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照顾者的悲哀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 你说爸妈陪了我们五十年 然后你照顾他十年 当时是很辛苦没有错 可是 你有一种荣誉感 你觉得你现在是一家之人 你可以尽孝 你可以回馈 你可以反哺 那当时虽然觉得就是蜡烛两头烧 真的很多过不去的坎 也很多的抱怨 甚至跟家人也有争执 争吵 甚至还会打爸妈 这些我都在节目里面谈过了 可是等到他们走了以后 你真的觉得 当我讲这个很失智 你就觉得巴不得也跟他们去了 因为过去十年的生活 你跟他们已经是紧密的相关 现在他们走了 你真的顿时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你看像月娥现在可以很大声的抱怨 可是她其实某种程度是在炫耀 她很骄傲的 觉得你看我在照顾我妈 你看我女儿 她们都多么的需要我 我觉得在我爸妈还在的时候 我又有工作 又要照顾他们两个 有时候我一些童年级 已经离婚的朋友 他们一个人独居 就像我现在的状况 他们就会说好寂寞 好孤单 你不知道一个人吃晚餐是什么感觉 我说你还跟我讲寂寞孤单 我简直是忙的 想要找两三个小猪手 下次叫她来家里 那时候你就应该说来家里 对 家里当床工 对啊 你来帮我照顾看看 忙到焦头烂额了 每天我还常常翘班去买菜 一个礼拜可以买三四菜 因为太忙碌 就是家里都 因为运用都在家里 他不能出来 都我在照顾他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帕金森症症 食治症 这两个病大家都没有想过 它是不会好的 它只能维持现状 对 不可逆的 像很多老人长期病 根本就不会好 那你如果还抱着照顾他的期待 说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那除非说他摔断了关节 你去换个关节他可以走 但是多半换完关节之后的 一两年很多都往生了 我妈就是这样 换完髋关节一年半 他就走了 医生也会提醒你 但是你不换不行 你不换就根本就不能做 整个人都瘫痪 瘫痪如果长入疮 很快也会离开 所以很多人照顾家长的时候 他怀着一种期待说 你会不会变好 像照顾小孩 无论如何他会长大 你会有一种迎向光明的喜悦 是 可是你照顾老人真的最后 他们进了坟墓之后 你真的是当时的感觉 你真的很想跟他们一起走 因为当初 你说是你父亲 当时先是有 他是在大概 往生前的十年吧 那时候他禄倒 知智长辈难照顾 曾一天换过三个外庸 因为我爸23幾岁一个人 从大陆来台湾 也参加过823炮战 所以他根本觉得应庸 是一个不要是匪谍 还是间谍性 我们在家里 应庸每次要帮他换尿布 他就会 那应庸都被他打得很痛 每次都被打走 我曾经一天换过三个佣人 一天换三个 走后来一个 我爸就大吵大闹 那个应庸被吵得再受不了 中午又来一个 然后晚上又换一个 你说是你父亲当时先是有 他是在大概往生前的十年吧 那时候他禄倒 就是他那时候退休 每天活动量也很大 后来他就被人家发现在禄倒 然后后来我就接到电话 送到台大医院 才发现他有心脏病 因为心率不整 可是后来慢慢 因为心脏的霜霜不是那么强的时候 就常常会晕眩 在家里也常摔着头破血流 后来慢慢就开始有 帕金森氏症 慢慢伴随失智 那么失智现在因为原因很多 心脏病其实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就造成了 我妈妈 刚开始还没有请应庸 是因为我爸爸不愿意 我们第一次请到合法应庸的时候 我爸爸把他赶走 我爸说 我们家没有能力照顾你 你给我走 因为他老人家其实 因为我爸也是 就是三十几岁一个人 从大陆来台湾 也参加过823炮战 他们其实对于台湾 认为只是一个 暂时偏安的地方 然后他会对环境 还有对人 都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 所以他根本觉得应庸 是一个 不要说是匪谍 还是间谍前方在家里 所以他对应庸是非常有 孩子感 对 以至于应庸每次 要帮他换尿布 要触碰他下体的时候 他就会 就会打 那我爸以前打网球 就那应庸被他打得很痛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 我就不得不讲了 会请非法用人 因为合法被打走了 他不干了 合法跟下一个合法之间 先间不上 对 一定要得请非法 然后那个非法 每次都被打走 我曾经一天换过三个用人 一天换三个 早上来一个 我爸就大吵大闹 其实他们都有 老人家其实蛮贼的 他们有很多方法 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就大吵大闹 那个应庸被吵了才受不了 中午又来一个 然后中午来一个 我爸又有什么大小便 都不配合 然后晚上又换一个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 真的愿意照顾的 可是现在应用问题很多 不是要求加薪 就是周休二日 然后常常给你出一些状况 那个时候本来是 妈妈照顾爸爸 对 他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我妈常说 她就常有一些 很知智的说 棺材里躺的是死人 不是老人 谁先死还不知道呢 那我就觉得说 我已经在旁边 帮你的忙了 而且又有应用 对不对 三个人帮忙 我就常责怪 我妈说你为什么不能 一个人扛起责任 因为我妈很瘦弱 她根本没有办法 我爸妈都非常瘦 可是我妈更瘦 她就没有办法 她才三几公斤 她没有办法扶我爸 以至于我爸 连上厕所或是起床 然后吃饭 都要有一个人扶着 就是一个人 我妈好像就只能看着 那当我一个人 也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就会埋怨我妈 就是很残忍的 家属之间就互相责怪 可是你面临到的是这样 我会想月儿 你说你照顾母亲 对 我今天那时候是怎么发现 其实 我要奉劝老人家 如果有发烧 一定要赶快就医 有很多老人家会论 不要紧 快烧不要紧 退烧吃点 因为我妈妈有糖尿病 当她发烧的时候 她会很快的血糖飙高 到800 所以送到医院的时候 当场急救 医生就说 马上要插管 不插管下午就走了 我就告诉她说 我不救了 因为其实我访问过很多人 我知道 因为我妈妈已经70 那时候已经72 73了 我知道她没有什么遗憾 也没有什么事情 要去完成 所以我会觉得拼得过就拼 拼不过 那就让妈妈好好的走 可是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来举手了 因为还有兄弟姐妹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然后我是坚持不要的 那怎么办呢 对 月儿对不起 你当时坚持不要 难道不担心 会被背上一个 不孝的 就是不孝的 你怎么可以妈妈 你为什么不救到 因为这个是很多人会碰到的 这个有个前提 如果你是三十几岁 或四十几岁 二十几岁 突然碰到这种状况 要插管机械 那个一定要救 但对我妈妈的 基本条件不好 因为他血糖 糖尿病已经这么久 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而且他血糖 飙到到八百多的时候 是多重器官衰竭 心脏也已经衰竭 在那样的前提之下 我觉得 救回来 台语讲 也好也不完全 其实我差一个小小的话 这个问题 我们在医院的急诊室 跟安宁病房 很多病人临时回来住 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建议大家 如果爸爸妈妈 已经有一个背景的原因 跟疾病 不要害怕跟爸妈提早讨论 到刚刚说的急救的问题 最后那一刻 到底要不要做这样 先提早讨论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很多 会面临到 在最后要插管的前一刻 瞬间大家都忘了 本来连自己的这个爸妈 都已经亲口说 我就是不要插管 可是家人在最后一刻 会不舍 可是就是一样 不舍后续 就会变成久病 脱成全家的人的负担 假设父母亲亲口说 我不想急救 在了那一刻的时候 我都建议大家写下来 就是爸妈自己签名写下来 这个不是无关乎不孝 这件事 我们等一下或许未来 会讨论到 这跟无关乎不孝 是关乎你给这些家人 一个心理建设 跟一个安心 可是这个事情其实 就是不容易完成 非常不容易 我妈妈她身体很好的时候 有一次我带她去看亲家母 亲家母已经到最后 迷流状态了 然后就在医院 我就顺便问妈妈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对 阿姨 她不敢 她没有勇气 阿姨 那些什么时候 那时候而已 你是要搬便宜 还是要搬家 我还没死 你干嘛一直逼我 我只是在医院门口大厅 然后呢 他崩 你不想 对 然后我就站在那边 你要逼死我吗 你是啥座阿姨 对啊 你怎么知道 小雨倒露 对 因为我有那个年纪 对 然后当场傻在那边 然后要 那要不要上去看亲家母呢 不要夸了 来干 就要回家 真的 当场就翻脸 你就在等着我死吗 好了 这件事情同样个案 以我妈妈多年前 在医院门口罵过我之后 多年后 他也没有办法说要或不要的时候 那就只好让他的子女来举手 当然 那我举输了 那你插管 因为你没交代 对 最后就这样子 然后为什么是我照顾 其实我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我就拜给电梯 什么意思 因为你们家有电梯 因为我家有电梯 真的 我因为这样子所以把她妈看回来 这是很主要大家在讨论之下的一个原因 对 其一 而且是重要的因素 因为兄弟姐妹大家都 因为已经各自成家了 你说谁要去扛这个责任 那你有兄弟姐妹 你以为兄弟姐妹 手足真的是左手帮右手吗 你有没有看过右手打左手 打得该该叫的 那我是没有到那种程度 可是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在急救的过程当中 我又看到了另外一幕 因为家人都慌了 慌到什么程度 我看到我的兄弟姐妹 跪在地上 祷告的祷告 拜拜的拜拜 希望可以救回妈妈 我听到他们讲的话非常有趣 他们讲说 妈 你要好起来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 我会带你去环岛 我会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会带你出国 妈妈 你就要好起来 好 我有时间 让我给你休息 我听的时候 我瞬间很平静 我带妈妈去吃过好的 我带妈妈单独去旅行过 我带妈妈去出国玩耍过 你们在讲的 想要妈妈活起来 去实现的梦想 我都做过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我决定 我坚决不要插管 因为我觉得够了 妈妈其实够了 她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没有完成 我觉得是够了 可是没有办法 举手那一刻我输了 因为那些遗憾 是你们的遗憾 不是妈妈的遗憾 因为妈妈这些事情 你都做过 所以你举手是这个样 但是说我的例子 韦婷 我自己是想补充 因为像刚才提到很多 像帕金生肢症 或者是说 开始有失智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有一块 很常就会发生糾红 就是财产 怎么样子去管理 或者是怎么去使用 特别是说 如果今天我是老人家 我名下可能有房子 有一些存款 那我开始进入失智 或身体上 没有办法去自理的时候 那这些小孩要来协助我 那这些费用怎么支出 例如说看护的费用 那是不是由我的 账户的钱去支付 可是我已经自己 意识状态不好了 我没办法做决定了 开始小孩帮我做决定 那问题来了 今天这个小孩说 这个应该用花账的钱 那个小孩说不对 那甚至有时候 有长辈的兄弟姐妹 就是我们子女的 叔叔伯伯 另外又有别的意见 像我们手上去 会发生这种 子女对于爸妈的财物 因为妈妈已经不行了 要照顾妈妈 所以认为钱应该怎么用 或甚至妈妈 这个名下的房子 是不是应该先移转给子女 以免将来发生继承的问题 妈妈的兄弟姐妹 她的哥哥就是 这些叔叔伯伯就是 你这个子女 怎么妈妈还没死 你就要开始 把妈妈的财产移走了 纠纷跟送贞就来 那这个做长期照顾者 反而不只要 花力气在照顾母亲 还要花力气去 跟叔叔伯伯对抗 变成有这种困难 那法律上面 其实针对这种精神的问题 是可以申请所谓的监护 以前叫禁制产 现在叫做成年监护 或者是说 补助监护 这样子的一个 监护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做这样子的监护宣告 法律上面是可以 变成妈妈的代理人 那有一些财产的处分 例如说 这个房子是不是把它卖掉 换成一笔钱 然后拿来照顾妈妈 这种重大财产的处分 是可以得到法院的许可 那法院帮你背书了 你做这样子的决定 也不会被其他的亲戚 或什么有意见 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我已经讲了 现在 好了 讲这些以前我们 华人系统 其实谈论这些 以前都非常忌讳 对 但现在有很多人 确实是觉得这些事情 也许大家一再的讨论 觉得大家可以接受 所以包括遗嘱的签 遇立遗嘱 包括这些 因为其实在那里头 或者说 其实可以先签立好这些 平常讲 有时候 你看了很多例子才知道 有钱真的 尤其到后半生 有钱真的不是好事 对 所有的人 都突然出现在 你眼前的那一刻 你才突然发现 这些人都不是要 承欢欺下的 每个人都是 看着就是 那到底这房子该归谁 这个该归谁 就这个本身来讲的话 确实 盛获刚讲到说 必须要监护的时候 如果发生那一刻 其实都可以先想好 发生那一刻 谁当我的监护人 都写好 这就是我的一个 意愿的那个所有的 当然都可以 所以这些都是 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 一些例子 让大家知道 预防该预防 发生了以后怎么处理 然后心情该怎么样 一些转换 因为平常很讲 刚讲到这些事情 尤其在医院了 佳莉 医院里面真的 叹劲了像这样的事情 刚刚大家都提到就是 这个最不配合的 兄弟姐妹 那个最不配合的兄弟姐妹 都从哪里来 都从美国来 不一定美国 就国外 国外 为了争抢照顾妈妈 亲手足竟要对付公堂 我的兄弟姐妹说要告我 霸占妈妈 不让她进校道 可以去租一个房子 有电梯的啊 有她曾经去租过 就是外傭跟妈妈在那里 结果外傭不会买菜 建成是我要买菜以后 分配这个是家里的 这个是要给妈妈的 我再提去 到最后是 妈妈在那里 然后拉着我 不让我走 浇着眼泪 就是她要跟我回家 好 那个最不配合的兄弟姐妹 都从哪里来 都从美国来 不一定美国啦 国外 国外 点在天边 不要 都在国外 对 客国 就是说 照顾者也许是家里头的 比如说老妖 有很多时候老妖或单身 像一芬讲说 如果是单身的或什么 大家都觉得 那你是最理所当然 对 或者是未婚的人 对啊 你就最理所当然 未婚 老妖 都是被理所当然要照顾 因为你们 她不用出去工作 她也不用有家庭压力嘛 然后后来呢 这个照顾的 比如说爸爸妈妈 真的有点状况了 病危了 好 然后这个照顾者 就把她送到医院去 然后送到医院去之后啊 其他的人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就说 插管啊 一定要插啊 就像阿娥输了一样 因为 就法律规定 全部的人 同意不插管才可以 只要有一个人 说要插 医生还是要插 就后来到最后 就是照顾者的那个人 去跪在那个 从国外回来那个 那个哥哥前面说 拜托你不要再折磨妈妈了 他说你不笑 就后来就在 急诊室就上演见了 然后插管完以后 插管完以后 他又飞出去了 对 然后还是这个 在台湾的这个照顾者 就继续了 对 可是在照顾 因为一芬照顾了十年嘛 平常请讲 这十年里面 跟你以前的日子 一定完全不一样 而这十年里面 现在回想起来 让你觉得在这里面 最痛苦的 或是有没有 哪一刻的发生的事情 让你觉得真的熬不下去 就是我妈妈 刚刚一直在照顾我爸的时候 我觉得我最困难的是 给我妈妈心理建设 我觉得像我们都是壮年人 我们在人生中 遇到很多的困难 都要去拼搏 那需要意志力 可是你知道 如果说今天在座的各位 十年二十年以后 你知道你的人生 离坟墓越来越近了 而且你身体又不好 请问你还会有这种意志力吗 所以当时我就一直 我妈妈开始出现失智的时候 当时是因为 她说我偷了她四百万 我爸就说我偷了她四百万 我想怎么可能 然后我就觉得 我爸开始失智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大哭一场 我觉得我爸爸已经不是 我认识的爸爸 可是后来习惯以后 就会跟他开玩笑 反正你讲什么 我就跟你什么 可是我妈妈就会觉得说 她一辈子仰望的老公 她一辈子依靠的老公 变成这个样子 她开始害怕 可能子女 虽然我 其实我是圈内罕见的孝女 我是毫不讳言这样讲 可是问题是 我在家里就是那种 我就是什么事都做 可是我什么恶毒的话都讲劲 我就是那种 刀子腿 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你对妈妈也会讲重话 也会骂 你讲过最重我会说 因为很生气 你不要逼我讲 我真的没办法说 反正就是 因为生气 会骂 尤其是为了照顾爸爸 我跟妈妈意见相左的时候 有一次只为了一包米 然后有一次我回去 那时候还没到请用人的地步 我爸有时在家里 会摔得头破血流 然后我有时突然回去 看到我爸一个人在家里 后来我妈回来 我就骂她说 你怎么放一个人在家里 我妈就说 我去去买一包米 我说买米这种小事 我在外面跑来跑去 你打电话叫我买就好了 你干嘛把他放一个人在 喂你包米 万一他又摔倒怎么办 万一他摔倒了 昏了 来不及救治 他就死在家里怎么办 然后我妈就说 那我难道就一直 在家里不能出去 我要喘口气啊 我就不能理解他的心情 我就开始骂他 两个人吵到 简直是要拿刀护砍了 我爸突然就说 最后是我爸讲一句话 我跟我妈才同时闭嘴 当时还没请用人的时候 我跟我妈会为了 就是我 因为那时候在职场上 我就会觉得说 凡事都用理字来看 我会说我真不懂 你在那边靠腰什么 有我 有用人 也会 我也给你各种各样的支援 你就在家里看着他就好了 我不懂你为什么 每天都要跟我在那边抱怨 他就在那边动不动 就哭上了也说怎么办啊 什么什么怎么样 我说那你又做了什么呢 反正什么事去医院干嘛 都是我在做 你在那边操心什么 你每天好像只要 负责靠腰就好了 我就说你每天就 你没事就跟你妈说 你在靠腰 还有很难听的话 没有讲 你讲过最重的是什么话 还是好想知道 太多了 庆竹难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会骂张话吗 反正我觉得 张话也就罢了 反正我觉得我应该下地狱就对了 反正 你该不会骂到 你该不会骂到说 说去死死 或者什么什么那些 承认我有讲过 因为一芬在圈里面 是出了名的笑容 当他都会冒出这个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个压力会打到什么程度 可能没有办法排解我的压力 我知道我尽力了 别人也说我尽力了 甚至我父母也知道我尽力了 可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说 你的力就只有这样吗 你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的 我曾经不止一次 骂完我妈以后 我就想跪在她面前 说对不起我错了 可是 可是我每天都在发誓说 我今天千万不要骂她 我千万不要骂她 可是你知道就 没办法 不断地就这样 我就觉得 所以那个时候 我曾经跟汪剑民一起上节目 他们把我们两个当作对照组 因为我以前曾经有过一段 就是当我爸爸已经 有时候没办法控制我 我妈又比较娇弱 平常心讲 虽然她是职业妇女 她就常常说 你爸再这样下去 我要让她进养老院 我就很生气地说 我告诉你啊 我笑一芬只要有一口气在 我绝对不会让我爸进养老院 你照顾不了 你要改嫁 那你就去好了 你知道我有多恶毒 我就像个恶婆婆 我这样骂我妈 我妈真的很可怜 我说你要改嫁你就去好了 我告诉你 我笑一芬有一口气在我 绝对不让我爸进养老院 生气没有好话 真的 你也骂过吗 我 因为我妈妈会捉弄外傭 我自己深感抱歉 我爸会打 你妈会捉弄 她捏她 掐她 然后我们家女儿 夏哥过来 阿嬷 这样走过去的时候 阿嬷脚伸出来 然后让女儿跌倒 然后我端了菜出来 妈 吃饭了 她也伸脚出来 她们会觉得外傭是坏人 然后她就在笑 是 那我觉得我一比一分好一点就是 我妈气切的说不出话来 所以她嘴巴 不会 没有办法 她只能够用她仅有的 去咽人家 掐人家 你妈也是为了自保 我要听你妈讲话 你妈是为了自保 因为她们都觉得外傭是坏人 她觉得是外傭 但是我们外傭被她捏到 都是黑钱 我自己觉得对外傭很抱歉 可是我又制止不了我妈 我只能说 妈 你不要管 好不 你把我弄整身都知道 你妈自我保护 我去告我 我会让她去拐 我说我要被抓去关了 所以我妈就会收敛一下 两天她又开始了 然后是我 我觉得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让我最最沮丧的就是 我最无力感的就是 我觉得我 对我的先生深感抱歉 为什么 因为我有兄弟姐妹 可是我先生 因为我们家有电梯 我先生讲得很 很开明的说 会影响家庭生活 那就我们照顾吧 我支持你 然后妈妈就在家里照顾 而且她还有小孩 但是兄弟姐妹 一定也会有那个想起 不好的 大家在面前 搅在一起的时候 我老公经常被卷进去 然后我老公回到家里面 这么辛苦回到家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吃一顿 好好的吃一顿饭 因为我希望妈妈跟我们共餐 所以她一定坐在旁边 跟我吃饭 气切一咳嗽 那个痰就这样 对 那时候很没有品質 然后她又这样抓 然后生气她 啪一下把水杯倒了 好 这边破了 你在这边亲 那边踹的那个跌倒 然后我老公那个饭 吃到这里是这样 放下来 你老公会没有外遇 表示她真的很爱你 她敢外遇 我就杀了她 你太凶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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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真的是 对我老公觉得很抱歉 你们俩有因为这件事情 关了门大吵破 他没有埋怨过你吗 他真的 他没有 他反而是很好 我老公真的对我很好 他反而是 替我觉得不平 不平 对于兄弟姐妹的处理 可是因为在生气当中 甚至跟我兄弟姐妹 吵起架的时候 我的兄弟姐妹 有生气到 就是为了照顾的事情 琐碎的事情 说起来我都忘了 是什么事情了 可以吵到说要告我 要告我跟我老公 霸占妈妈 不让他进孝道 那大家就一起来 对啊 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 讲得很大声 然后就不见 我到就没电梯 我也想 可以去租一个房子 有电梯的 有 他曾经去租过 然后妈妈放在那里 就是外傭跟妈妈在那里 结果增加我的烦恼 为什么 因为住在一个地方之后 外傭不会买菜 变成是我 本来我只要买菜回家就好 现在是我要买菜 以后分配这个是家里的 这个是要给妈妈的 我再提去 然后妈妈要是要用的 我再跑去 到最后是妈妈在那里 然后拉着我 不让我走 掉着眼泪跟我说 她说不出话来 就是她要跟我回家 然后我没有办法走 然后我没有办法带妈妈走 因为人家说要照顾 然后我只好转身离开 妈妈掉泪我也掉泪 其实我 我应该很 我不忍心 你应该带走 我想带走 可是我没有 因为 妈妈是公家 是大家的 我也不能够说 我非要带走不可 后来实在是 妈妈一再一再 用强烈的方式 告诉其他的孩子要跟我走 要不然他就要死 他就比讲 他就要死 他就是要跟着我 然后才在大家协调之后 然后妈妈又再回到我这边 然后回到我这边 妈妈才能够安下心来 可是你知道我的兄弟姐妹说 告我 告我霸占妈妈 照顾失智父亲大不易 曾理智嫌断裂失了空 那次我就拖着我爸要吃饭 他就是很不喜欢我 他就要自己吃 然后那个面啊 还有披萨啊 又用手抓啊 推回家以后 然后就把它弄到马桶上 所以我爸又不愿意 不愿意被我拉裤子 还在那边打 然后他不愿意坐在马桶上尿尿 我那一刹那间 就是顺手 然后回到我这边 妈妈才能够安下心来 可是你知道 我的兄弟姐妹说要告我 我只能 然后我讲给人家 人家就说 想起不好的 你真的把他听下去 可是他真的这么说 你不是去告诉这个人说 你不应该这么说 你再安慰我说 你不要把他听下去 对 因为光听到这句话 心就够痛 对啊 可是你说跟妈妈在一起 有没有甜蜜 因为我不知道 妈妈的头脑到底清不清楚 所以我常会问妈妈说 妈 我是谁 我问她一些事情 然后那天我问妈妈说 妈 我是谁 妈妈要用嘴巴 林志玲啊 那就头昏了 我问妈 我是谁 她用嘴型告诉我 然后我就问她 我是你什么人 我想要记得 我是她女儿 然后她嘴型跟我讲说 心肝 心肝 应该宝贝 令人感 我就是马上哭了 我就是不忍心 我没有讨论过 那要不要把妈妈送安养中心 其实对她 可能她也很舒服 也许她也会有其他的朋友 然后很多的宣导也说 那不是一个不能选择 可是我觉得 我的心里面过不去 对 因为我还是会记得说 妈妈 把我当她的心肝 那她也认得是我的心肝 你知道那个心肝 就三个字 我那天快乐的像个小鸟 神经病的吃饭 一只跟我老公说 我妈今天说我心肝 我女儿回来说 阿嬷今天说我是她的心肝 我就说心肝有什么好得意 可是我真的得意了一整天 因为妈妈已经很久 没有办法清楚表达她的情绪 可是她很清楚地讲心肝 我刚才说实话 光听到一个说有人要告 以照顾者的角度 真的就会心酸 但这样告要告什么 对 她就是要告说 她们把这个妈妈霸占了 我们也讲就是说 什么和幼 略幼 类似这一种就是 你不让我们去见我们的妈妈 我想照顾妈妈 而没办法照顾 可是真的你要去照顾的时候 她说没有 因为妈妈一直说她想跟你住 所以我没办法 可是重点是 我要见到妈妈是要做什么 妈妈你那个财产 是不是应该大家都要有 我们就很常遇到这一种 她不是在讲你们家 她说她遇到的一些自己 我们遇到真的就是 某个小孩 本来跟妈妈不是很好 那有一天 妈妈年纪越来越大 她突然就对妈妈很好 甚至就把妈妈带着 让其他小孩都找不到 那我们还得真的是委托去 诉讼去告这个小孩说 请你把妈妈交出来 那重点就是 妈妈名下有一些 有价值的财产 可能爸爸后来 全部都留给了妈妈 那妈妈又没有交代 在这个状况下 就突然有 本来不是很孝顺 那突然变得很孝顺 这种问题 不 其实刚才一芬讲说 对 你对妈妈 因为真的是压力 大到了极点 可是你一开始 在聊的时候说 你生活在照顾的过程 因为真的是 整个人都会有 有脾气 有个性 你还打过你爸 是在什么状况之下 那个实在是 那天那个应庸 就是一定要休假 就是不要礼拜六 还礼拜天 应庸就是 他要出去玩 然后呢 我就想太好了 我跟我爸爸 约会的时间到了 我就因为以前 都有应庸在嘛 你吃饭还得带着他 那次我就推着我爸 大概傍晚的时候 我就推推推他 从我们家 走到大安森林公园 大概走个二十分钟吧 然后呢 到了大安森林公园 大概已经天快黑了 我那个就是一直很执着 觉得他应该要运动 我就叫他站起来 从轮椅上站起来 叫他走路 那我爸其实那时候 已经不太会讲话了 他就 我就看他不太愿意站起来 他在想说 这里暗默默的黑黑的 你一直叫我站起来 走路要干什么 他有自我保护你 可是我就不懂事 我觉得这样对你好 我已经推了那么远了 带你来森林公园散步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去吃晚饭 他就不站起来 他就不听我的话 我就很沮丧好吧 那我想说早知道 不要来大安森林公园 然后就推推推 推到永康街那边要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 好像师大有一个花园餐厅 就很漂亮 我就想要放在那边 然后叫了披萨跟意大利面 叫他吃 然后看他不太爱吃的样子 我心里想 那他是不是想吃偷彩桃汤呢 因为附近师大有 那个偷彩桃汤热热的 我想我爸可能喜欢喝 我就只好把他放在那边 你知道我把他一个人放在那边 为了要买一碗偷彩桃汤给他吃 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 我怕他被人家拐走 我还跟那个店员说 你帮我看一下 因为那是一个户外餐厅 然后我就提心吊胆 赶快跑 我也不能跟店员说 我要带外食进来 就在那种心里的压力下 我已经开始累积压力了 第一关在大安森林公园 第二关我在吃饭 我开始累积压力 我就去买买买 我还买一个什么草草 草扇糊 然后到了餐厅 你又要偷偷摸摸的给他吃 不是吗 结果后来就弄一点汤出来 就看起来你知道 那个画面就很low 反正就是要弄汤给他喝 我爸又不吃 我心里想 怪了你平常很爱吃 你为什么又不吃呢 我就只好 好不好 包起来 就已经弄得灰头土链了 然后看他吃 因为他 他每次出去 我都会给他克制一个小围兜兜 然后他在吃 给他弄他围兜 他才开始吃那个意大利面 跟那个 我就喂他嘛 喂他是最好控制的 可是他就是很不喜欢我 喂他就要自己吃 然后他在这边弄 弄得围兜上乱七八糟 然后那个面 还有披萨 用手抓 我就只好一下要吃这个 一下我就把它全部打包 好 回家 就从师大慢慢推回家 然后 就一路上也还摸摸他的头 也还好啦 想说他今天都没吃 是不是会饿 然后走走走 你要知道我这一路都是走路 有 然后后来推推推推 推回家以后 那总要换尿片了吧 已经出去三个小时了 然后应用还没回来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应用还没回来 然后就把它弄到马桶上 坐下来要脱裤子 就我爸又不愿意 不愿意被我拉裤子 还在那边打 然后他不愿意坐在马桶上 他不愿意坐在马桶上尿尿 我那一刹那间就 你知道就是顺手 就打 他就这样 你知道吗 就稍微用力 我爸就愣住看 看他愣住那一叉脑 我才发现我吓 当然不可能 让他受伤或怎么样 因为我们这种人 力气也不是太大 可是我自己 被我自己的动作吓到了 后来我自己就崩溃就哭了 后来我一哭了 叮咚用人就回来了 看来这身火大 后来我就想说 算了以后 以后不要再制作多情 想说你可以跟你爸 来个什么小约会 还是找一个人帮忙推轮椅吧 你在旁边这样 你在旁边就好 真的 我跟你讲 照顾一个人 没有行为能力 至少要两个甚至三个 可是有时候照顾很麻烦 是你知道 照顾的被照顾者生病了 然后外傭也生病了 他们很容易 而且他们很容易 这个生病 然后那个游戏就回流 然后到礼拜五晚上 八点多了 两个一个在咳嗽 一个在发烧 你要不要带去看医生 因为六日可能没有门诊 你要带谁去看医生 然后那天又下雨 后来我就决定了 还是要带他出门去看医生 在我们最近的耳鼻喉科 那怎么出去呢 阿嬷坐轮椅 然后外傭跟我两个人 因为他是虽然发烧 但是还是可以走路 但是那个轮椅 如果推轮椅 你就没有办法拿雨伞 所以只好他推一边 我推一手 一人一手 然后我撑一把伞 他撑一把伞 然后我还要撑我自己 再撑一下前面 挡住一下阿嬷 这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那感觉不堪 然后那个风 就是不会从 风雨不会从上面来 你就好好的下就好了 你吹什么风啊 就不跟雨是一起来的 一起 我跟妳講我下去找不到 这种场面 那风又很大 雨又很大 然后又 我弄得很狼狈 阿嬷也很狼狈 你又把雨衣也包在她前面 然后又怕她淋湿 然后她也被我们推的这样 我一直 歪来歪去的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的 如果有人会看到 我一定觉得很好笑 因为头发也是 很狼狈 头发全部都在前面削薄 偶像 然后明星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到了那个门诊 那个诊所门口 还要拜托因为 两阶楼梯她就上不去 对 那医生人也很好 就下来帮我们看诊 那等两个人弄好了以后 拿了药以后 一样风雨无阻再回家 然后你如果不过好这个外拥 她就没有办法过好你妈妈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 一芬 其实这段路 已经算走过来 因为父母爷爷也走了 现在回头看 所有这一段过程 你刚刚一开始就讲 其实你现在反而觉得有点 因为那已经是跟你的生命 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我很变态的是 你知道吗 我爸走四年 我妈走两年了 到10月10号 我妈走两年 我现在还很变态的是 常常在回想说 如果时光重来 我呢 要怎么样加强每个环节 然后呢 让我能够照顾得更好 究竟父母亲走后 令萧一芬留下了什么遗憾 我呢 要怎么样加强每个环节 然后呢 让我能够照顾得更好 然后我可以不留遗憾 我可以更棒 我还一直在想 你没有那种觉得轻松了 我就 完全没有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极端 我不是一个一般的例子 就说 因为我不 我没有儿女 所以可能比重上相对的 我会对父母亲注我所有的心力 那加上我对男女的感情 又不是那么执着 以至于我现在 就是 怎么说 有人啊 就跟我讲说 她遇到一个女生 她因为一直在照顾她爸妈 所以变得都没有性欲了 对 结果等到她爸妈走了以后 她就突然 哇好像 就是等于才开始回春 那我情况是刚好相反 因为 我先跟她说 我现在情况是这样 就完全已经无欲了 几乎 因为家人连续 本来我自己觉得我可以扛得住 可是后来生理上的变化 让我觉得原来我所受的伤害 是比我自己想象要多很多 因为人有理智 你会觉得说 其实我看起来还算OK 可是当你自己心里的 当你发现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性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 原来她对你伤害这么大 那当你跟别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别人可能觉得 你只是拒绝她的借口 别人就说 我认识其他人 是父母的时候 他都没有欲望 可是当父母死了以后 他就觉得他自由了 所以他的所有欲望都来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情况可能跟一般人差很多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 我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例子 我可能有一点太过于执着投入 在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 师妹 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 尤其碰到像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抗展 对 一芬姐的这个算是特别例外 我们讲回比较正常 比较不正常 讲正常的 我看到比较不正常 我先讲几个 就是其实我觉得 照顾者尤其是主要照顾者 他常常会面临到 就是很多外来的人会给他干扰 跟会给他挫折 我希望你大概秉持三个口诀 第一个就是不接触 虽然这个很极端 但是请你一定要 时时刻刻告诉自己 因为你会被扣分到 别人跟你讲完 你会再重来一次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尤其你知道你对他的是好的时候 请你先秉持这个概念 再来有一个 这个是有趣 我是在一个佛经里头他们讲到 他们说 其实我都要呼吁很多的照顾者 我都会跟很多照顾者讲 我们这里 我的门诊 很常收到是照顾者 他已经照顾到自己出了问题 我常常跟我的病人形容 我们的人 不管是压力 身体 老化 他就上一个钥匙 我们插进去后 往往我们只习光顺时中转 所以当你转到一个时候 其实通常都已经卡住 到下一刻断掉的时候 你才意识到惨了 我身体出状况了 但是在这一刻的前面 撑了非常久 很多照顾者他不知道 就觉得我还可以再转 我还可以继续随时中转 所以我都要提醒每一个照顾者 就是说我前面讲的这三个口诀 目的就是希望你可以记得 在压力一直往下 你觉得你可行逞强的过程 一定要提醒自己 请逆时针转一点点 为自己好 你才能走更长远的路 OK 那跟一分不同的是 因为阿尔 现在还在照顾妈妈的过程当中 然后当然要 真的要庆幸的是 因为女儿 好歹 对 女儿是恢复了 OK 那这么一段的路 虽然妈妈没有办法讲 但听到一个星光 就让你感动到这样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讲 用第一人称直接跟妈妈讲 妈 我知道你很辛苦 因为 妈妈现在最好的朋友就是天花板 我妈妈个性很活泼 很开朗 以前我们家开包子馒头店 她喜欢站奥多拜 去万木山海边 然后她的日子是这样很惬意 所以当她的身体 她的灵魂被困在那个躯体里面 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觉得她很辛苦 她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是我只能跟妈妈讲说 我最常跟妈妈讲的话就是 妈妈因为生命的长短我不能决定 我没办法跟你教三天 我只能够帮你 处理你生活上的事情 但是我常常帮你跟菩萨祈求说 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然后菩萨来接你走 那你就跟她走了 我不要哭 我也不要难过 我要替你高兴 所以你不要生气 你也不要觉得说不开心 你就好好的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 那因为躺着那么不舒服 语言治疗师告诉我们说 吃是最大的幸福 我妈妈现在吃的东西 已经没办法咀嚼了 只能够用流直的用吞的 所以你还是要练习 那个嘴巴要动 然后让东西可以吃下去 我会买很多软软的东西 然后让你可以吃得下去 然后能吃能睡 有一天走的时候 我们就圆满了 阿儿有一个人应该要感谢 你老公 说实话这段路如果不是 尤其是 尤其是老公像这样 你刚刚讲的那过程 平心而论真的非常能 所能做得到 阿儿跟你老公感谢一下吧 真的 老公也很聪明 因为你对我那么好 你就知道我将来会加倍奉还 其实我觉得我老公是很聪明的 那事实上也是因为他真心的对我 所以我很认分的为你煮三餐 很认分的睡觉前帮你按摩 然后让你好好的可以睡觉 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遇到了你 所以我们共同承担 所以接下来路我也会 和你一起洗手走过 不管碰到任何的困难 OK 接下来在台湾社会 我相信会面临到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越来越多 不过一开始 悦儿所讲的那个状况 如果是现在在家里面 有这样的人的话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就是 你不要想的就是 你每天只要顾着 像一芬一芬是个极端 真的不要想着每天 就只是要眼睛盯着顾着 因为如果你把自己的生活 能够先调试 所有的心情 我听过我一个朋友讲 譬如碰到这样的状况 第一件事情 现在的状况 就是你眼下的状况 家里的现实 就是有一个人是这个样 你不可能再回到 以前的那个样子 所以请从现在的状况开始 把生活做一点调整 有的时候 也许看场电影 也许泡个汤或什么 因为当你做到这些以后 你要照顾的那个人 你才可能跟他 一直这样走下去 那也希望所有这些 今天来宾所提供的这些 能够提供给 如果你在看电视 家里面有面临到 这样状况的人 可以做一个参考 当然其实政府的力量 有很多时候 希望能再多发挥的 就介入吧 OK 现场 再次谢谢所有的来宾 谢谢一芬 谢谢月娥 也非常谢谢 您的收看 正真有词 我们下次见 拜拜